不知道你是否有这样的感觉,看到健身房里的一个个大神,他们的胸肌超级豪满,特别是胸的上下部列的相当均匀,还有那发达的胸肌中风,然后低头看看自己的,会感到非常羡慕和苦恼吧? 我明明也是这样做的,可是为什么就出不了效果呢?不要苦恼,你只是缺少一些技巧而已,那今天就告诉你三个技巧,让你彻底完成新手的逆袭。 第一个教大家做的是哑铃,慢速握推,你可能了解平板握推,可是你并不一定了解慢速平板握推的动作要领,每组的前六到八字需要很快速的做,上去两秒,下来两秒,然后再以推起两秒,下放四秒的节奏做六次,这样子是为了激活慢缩肌纤维和快缩肌纤维,对于初次接触这个动作的朋友来说,建议做一组来热身, 然后再做三到四组系列,要注意的是,重量不需要太大,一共要做二十四次,这十八次分别是六次慢速,六次快速,六次慢速和六次快速,并且要时刻注意控制肌肉发力,特别是下落的四鸟,要尽最大的力量去克服重力的影响,此时的注意力也应该全在胸部,而不是想着晚上应该吃什么,第二个动作名字很长, 坐姿上斜哑鸣飞鸟加上推举,不名思义,这是个一举两得的动作,坐飞鸟的时候,能大程度锻炼到胸部的宽度,坐推举的时候,就自热而然的锻炼到厚度了,一次飞鸟加一次推举是一个完整的动作,坐的时候要记住这一点,不要把它们拆开了坐,动作之间是可以直接衔接上的, 建议大家做三到四组,每组十次,十次四次上面提到的一整个动作,最后一个是带给蝴蝶鸡加胸,一般人的做法是用双臂利用蝴蝶鸡来加胸,但是我教你的是一个孤立动作,能大大的提高胸肌的蹦感,这个动作建议亲手做两组,每组十二到十五次, 当然,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小重量上,不需要为了获得更大的蹦感,就去做大重量,这样反而会导致你动作变形,也就是说,手臂和肩膀可能会参与发力,既然目标肌肉是胸肌,那就应该完全由胸肌发力,做这个动作可以将左右胸分开训练,重点的训练较弱的一侧,以我来说,是左胸比较薄弱, 所以,我会多加一组训练它,从而来解决胸肌不对称的问题,由于每个人的身体素质,习惯性的发力方式存在差异,所以左侧的训练就不见得适合你,你需要根据自身来发现问题,并及时进行针对性训练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